董事長我們今天標題 敦泰 大家四根漲停 還有敦泰第二現在也是兩根漲停 還有你今天要告訴大家 一生一世是哪一檔嗎 對 我不只要告訴大家 我要告訴你就是 敦泰第二 女性單道是哪檔股票 重點是一生一世我要接牌 有些人猜對 有些人沒猜對 是哪一檔股票呢 可是這檔股票告訴你是一個集團的一個開始 重點是 我還有敦泰第三這檔股票 聽不聽起來很恐怖 敦泰第三是什麼股票 今天還有哪些標股 支持投資朋友們注意觀察 今天節目一定要看喔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Zoe 今天是3月23日 台股開盤16250點 中場收在16177點 跌11點 美債值率率下降 特斯拉蘋果領軍科技股上攻 盤中又傳出消息指出 拜登有預計要再砸3兆美元 投入經濟刺激方案 同樣的好消息傳到台股呢 今天早盤的時候突破16300點關卡 但隨後遇到高檔賣壓 後續盤是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的台股王 單週績效紀錄保持人 同時也許全台灣LINE Telegram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常常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隆投資長 投資長好 Zoe 各位同盤大家好 投資長 昨天標題我們才說啊 敦泰第二馬上噴出 今天我們就看到 這個女性當道這檔股票 欸真的 盤中是亮燈漲停欸 是啊 收盤也是很好的表現欸 太厲害了 同盟喔 等一下女性當道應該有些人 已經猜出來是誰了 因為我節目上都有講 對 暗示 暗示 全部都有 台式 中式 沒有關係 我就知道你要講這個 怎麼辦 江南財進了 只講這些笑話 我LINE跟Telegram 都有直接跟他講是哪檔股票 是 然後你說股市同學會 投資人都猜到你的股票什麼了 他擺脫那是因為我故意要讓你們猜到的好不好 對 跟你講連續兩天拉尾盤 不然什麼股票 IC設計 自己查一下就知道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會看到這些股票就很強 等一下 沒關係你不知道敦泰第二 女性當道是什麼股票 等一下我再給你解釋一次 看標題就有了 看標題就有了 對對對 等一下 還會跟大家講 是 是什麼 一生一世是來拿股票 一生一世 對 很多人說這兩個名字加起來怎麼樣 很浪漫 對看到有網友在講 很浪漫是不是 對我就看到很多人都在猜啊 可是 如果真的把握機會 有這個勇氣 趕快就直接打電話來問 趕快加入會員 哇 就不會錯過今天這麼好的行情咧 是 真的抓有些人錯過了 我跟大家講嘛 就算我跟你講 一生一世是男男股票 然後 敦泰第二 女性當道是男男股票 是 你就算猜中了 你有沒有敢中壓嗎 對 你有沒有敢中壓嗎 其實我的股票都是有價有量 你本來就聽過我的股票 是 是不是 就像我跟今天有算那個績效了嘛 對不對 我比如說我動責都30-40% 友達 嗯 華航啊 洪海啊 敦泰啊 都30-40% 以上 沒錯 同朋友我報的股票就是要報個長波段 那你賺到寶 那你賺到寶 我是認真的 大多銅行 你不壓一次 你不翻身 你該怎麼做 同朋友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一直跟大家講 如果你資金是50萬以下 你就壓一把 你也不要想太多 那不要融資 絕對不要融資 因為融資你會 陷入可能萬劫不復的一個地方 這是很可能的 是 好不好 你也不要去做槓桿 所以做選擇權的賣翻 跟做期貨 通常都是槓桿 你在不了解股票的一個險惡的時候 先不要做這兩個 我很認真跟你講 好 基本上你有100萬以下的資金 其實人生 你就想著最壞最壞 我不是在罵你啦 因為我以前是從這樣10萬塊起家 我那時候想說最壞最壞 爛命一條 你就把它全壓了 可是你不要去借錢 那你要確定你這100萬真的 輸關的時候 萬一輸關的時候 你能付得起 那你就這樣做 你真的懂嗎 如果你是很保守 像肉依這種保守的 那你天生就是什麼樣 存股命 那就存台灣50 大家做朋友就好 沒錯 存台灣50 你也不一定要存金融股 雖然是因為金融股比較強 台灣50還是你最好的一個標的 金融股是最性強 這一年來如果你存金融股 跟存台灣50 天然之別 好不好 這我一直跟大家講 大家做朋友 20年後你會發現 投資長每次演講我都會來 現在已經有人要預約我 說投資長 你在4月底5月初演講 不好意思 因為找不太到演講場地 產地都要找一兩千的人 超不太到 還在考慮 太難找了 這還在考慮中 到底要辦 還是如果辦的話 可能就4月底5月初 你先把那兩個禮拜 先把它訂下來 好不好 4月24號5月1號 勞動節暫幾天 先把它訂下來 這跟大家講 不要到時候說我沒講 好 我也跟大家講 來 我辦一場講座 是這麼多人 我辦一場講座這麼多人 這個錢無股人 後無來者 這一次這些人 一定會怎麼樣 會 好看要倒閉 為什麼 因為上次跟他報的股票 雖然沒有漲很多 可是都有高點可以讓你出 加班啊 創意啊 信餐店啊 通通有利用店 通通有高點可以讓你出 一定有 好 最主要的是 這是送的股票 我公開跟你講 公開跟你送的 那送市場公開跟你講的股票 講最久的是什麼 今天創新高什麼 鴻海 你買了鴻海對不對 你不會覺得 嗨嗨嗨零星 你不會覺得 嗨 可叫給人 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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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覺得 你不會有被換影響證 鴻海這種展法 鴻海這種展法 那時候年初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講台積電 以我有台積電為榮 以我有台積電 上班為榮 以我有認識台積電的同仁員工為榮 可是 同事沒有 你們忘記鴻海了 你們忘記鴻海了 頭長喚醒這個沉睡的巨師 他們說 頭長 你真的那麼厲害嗎 鴻海你說動就動 同事沒有 其實 真的是 真的是我讓他動嗎 應該不如是說 我看到未來 I see the future 我看到你看不到未來 這點件事情 今天節目前幾分鐘 我知道你可能會取向展台 那你一定是 就 你一定是新粉絲 你不認識我 你去打聽一下郭總是誰 你去打聽一下 哲哲是誰 你可以去D卡問 Mobile01問 Pomobile01的理財去問 PTT7問 一定有很多人稱讚我 也很多人罵我 可是那代表我最紅嘛 這還不代表我最紅 可是一餐照片代表全部 來 沒有人演講講座人數比我多 而且這些都是史中粉絲 下一次演講他們還會來 一天 一天報名時間 就結束了 因為已經報滿了 如果我打個三天四天 那真的是要可能小巨蛋 小巨蛋有點扯啦 可能要國際貿易廳 或者說台大 台大的那個新體啊 新體育館那種 可是那種 不太適合做講座 不然我就去辦了 所以我跟大家講 所以你去想看 他們說你去想看 你要怎麼分析 我一切一切預告到前面 如果你看過 你會說一件事啦 那時候講的時候在1月 1月9號1月10號 那時候在100塊左右對不對 對 100塊左右 100塊左右到現在130 你覺得這些人 會不會想要再聽我下一次演講 下一檔黃海是誰 或洪家軍是誰 會不會 絕對會嘛 官司紅海一張十張 買十張100萬你付不起嗎 那時候還可能不到100塊 那時候講八幾塊的時候 在演講前那時候要80塊 我說要追出第一根 這個我就不播重播了 十張就賺了30萬 十張賺30萬 而且免費獎座 同學 肉眼圈那些人會不會再來 獎座 會啊 一定會嘛 那還有新朋友咧 同學你最近看我的點閱率 最近是翻倍喔 是翻倍喔 是翻倍 同學雖然節目有時候會打廣告 可是他是翻倍了 扣掉廣告或什麼的 我的點閱點是很高 你懂不懂 現在點閱率動輒 四五萬五六萬以上喔 我之前兩部影片加起來 因為我直播版跟字幕版啦 對 因為投資產非常追求完美 喔 通常是追求完美喔 就像我 其實我是異判底子 為了你們喔 很多人喔 把投資產當作偶像來看喔 投資產你會變胖 投資產變瘦 我也會緊張 所以我現在都會結實 你知道嗎 是 人家說結實喔 真的是結實喔 不是那盛結實喔 真的是結實喔 好 好不好 說到結實喔 算了沒事 扯太遠了 反正就是 我通常是非常追求完美的人 沒錯 Zoe就知道了 非常龜毛 除了時間上 有時候不太準時以外 哈哈 其他的都蠻 自爆了 自爆沒渣啊 我是不太守時一個人啦 可是問題是 除了其他這個事情外 其他都非常追求完美 是 我就是要給大家 最好的一個服務 我就給大家最強的標股 我再講一件事情 很多事情 投資是有天分的 投資是有天分 我也跟大家講說 投資有天分 很多人說投資啊 這個公債殖利率 這什麼東西 我選台積電量不是公債殖利率 那是你覺得啊 你討論說 我一人一信 我要記鼓勵發放多一點 PD60大陸人在罵說 一家公司要成長 你幹嘛要叫公司發鼓勵 這邏輯錯了啊 為什麼邏輯錯了 現在憨什麼主題 就要做什麼主題 為什麼這樣講 PD60在罵啊 幹嘛一人一信寫 我跟你講一件事喔 如果今年 今年上半年台積電 還是決定每一季發放2.5元 我跟你講台積電跌給你看 你信不信 台積電跌給你看 現在就是憨這個問題嘛 為什麼說憨這個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先看頭版新聞 國泰金加碼配息 有沒有看到 對 我配我配我配配 沒有他配的好 配的沒有 配的呱呱叫 去年最後大賺 加碼喔 加碼喔 市場預估2.5元喔 對不對 對 來你看一下子喔 你看喔 鼓勵策策 決定鼓勵策策 投資人需要現金鼓勵 欸肉依我們講過 我說現在這個趨勢嘛 對 我說現在流行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你看喔 PTT三個版有人在罵 其實這個罵不對 我跟你講 決定台股的勝負 人勝台股1萬7 絕對是台積電的鼓勵要發多少 所以我真的歡迎你們 建議你們 你們一人一系 你們有台積電的員工 台積電同等 或者台積電股票的人 你就寫信給人家 告訴你 你多需要現金 好 告訴你們多需要現金 來股票市場就要賺錢 不用 不用 不用掩飾 掩飾你的最愛 好不好 鼓勵策策 你看今天是 跳光上漲 現在就是展鼓勵題材嘛 現在就是展鼓勵題材 我再講一次台股要賺1萬7 絕對是5月11號 除非他今天 其實明天對不對 明天不是要辦那個 瑞士信代的那個 的那個線上法說嗎 對 台積電法說 他暗示你說 我鼓勵要發辦多一點 那不得了 那明天開始台股就大漲 就先噴囉 好 同樣所以我跟妳講一件事 是 為什麼我財富可以這樣來 其實很多重要事件事 我先壓寶 那先壓寶對的方向 嗯 你懂得意思吧 比如說這次信代 他可能會跟你講 鼓勵發比較好 是 台積電鼓勵發比較好 萬一的話你就賭大一點 如果明天沒講呢 我5月11號的時候 5月11號的時候 台積電的現金鼓勵 董事會會決議嗎 5月11號 我都幫你算出日期 因為都是禮拜二嘛 對 5月11號的時候 禮拜二的時候 他會到時候告訴你現金鼓勵 那那個機率更高 如果這禮拜沒講的話 到時候可能更高 還有4月 4月中旬 然後4月16號 還有法說會 3 4都沒有的話 那5月就要重壓了 反正你可以在每一次的法說會之前 或董事會議之前 先壓寶一下 好 最晚5月會告訴你答案 好 你聽得懂嗎 到時候聽清楚 決定台灣股市會不會突破 再突破歷史新高 突破16500 甚至賣相17000 是台積電的鼓勵 你要給他鼓鼓勵 好不好 歡迎寫信 不要寫信 不要記錯了 寫信到這邊跟我沒關係 好 好 所以你去想想看 我一切的一切 我預告前面 我不去私話摩摩摩摩跑 很多就是天分 一買股票就飆 Roy我是買敦泰 是 敦泰我那時候怎麼說 我說150 我說你不要覺得他不可能150 Roy這個有重播過嗎 需要重播嗎 不需要 150出掉以後 你看是不是隔天跌停版 對啊 我說最好賺的已經走了 是 你看今天怎麼樣 敦泰怎麼樣 跌停版 快跌停版 你像今天一堆IC設計 安國啊什麼 都跌停版 不要亂買 可是我的敦泰第二 我告訴你是IC設計 我告訴你說你買得起的股票 我還告訴你連續兩天拉尾盤 有沒有 這個已經是非常明顯的一個提示 還告訴你是要女性擔當 我們現在要注重女生啊 是 台灣現在男生很可憐 女性很自主 這扯遠的 尊重女生 是 對啊 因為男生又男生的壓力啊 可是女生其實 女性主義也抬頭了 所以我們要尊重女生 是 女性擔當 那女性擔當在什麼意思 來 這個解釋也跟你講清楚了嘛 是不是 女性擔當 你看到 女性擔當 來 女性擔當沒有男生了嘛 對不對 沒有男生 零個羊嘛 羊就是羊姓嘛 男生就是羊嘛 24010羊 24010羊 你看一件事情 Roy 安國 敦泰是不是都跌了 我是說我出掉了 安國沒進 我先跟你講 零羊 連兩根 連兩天拉尾盤 對不對 沒錯 是啊 我一買就拉 一買就噴 一講再噴 為什麼 同學知道我股票 那有些人會覺得 頭上 我不想參加你會員 我想參加你 電視粉絲 自己幫我買 你要幫我抬轎 我也謝謝你 可是我要跟你講一件事 如果你有100萬的資產 你看我的節目 幫我抬轎 沒有意思 為什麼 因為你少賺兩根展停板 20萬 你有匯費 早就賺回來了 匯費早就賺回來了 我再講一件事情 同學沒有我一切一切 預告到前面 如果你不覺得我最近股票超級標 我可以跟你講好不好 過年到現在 我現在的股票最標 我之前覺得我已經到人生高峰了 慢慢想到 現在一山還有一山高 一山再高 一山還有一山再高 這個不是標股的名字好不好 二四零一零陽 肉眼碰到 敦泰這件事 敦泰 四根展停板 我通通走掉 這有我講吧對不對 對 然後咧 四根展停板 我通通走掉 這邊走掉了 那你覺得最好賺了一段 就沒了嗎 你會不會下去會不會上去 不關我的事情 不關我的事情 等到我要在進場的時候 才關我的事情 什麼時候進場 同學 聽我指令 我再檢驗的事情 來 這個股票 來 等一下喔 女性單道 林陽 又創造展展停板 進場三天 就大賺兩根展停板 肉眼 這是什麼 什麼會員的簡訊 普通會員簡訊 來同學 以前老頭顧 你會看到有些分析師喔 我現在沒有特別指誰 因為這種老頭顧的表演說法 現在很少 我嘴巴電視上講好多好多股票 會員有沒有買 沒有 這般就叫會員買一百檔股票 有這種的喔 買一百檔股票喔 買一百檔 我的股票有時候也有多一點點 因為我每天都有新會員進來 可是我會告訴會員就是怎麼樣 我們助理 助理也要再發一次 我要提醒 我在節目上再提醒一次 助理也要再發一次簡訊 不定時要發簡訊 都會提醒大家 我們股票以五檔為主 五檔所中 對 孫中山先生說的五檔所中 是另外五檔 好 五檔所中 這五檔股票 為中心思想 超過了你想要中壓呢 不好意思 你只要參加更高等級會員 可是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不要假鬼假鬼 專神弄鬼 我秀就秀普通會員簡訊 為什麼 因為如果專神弄鬼 因為我很紅 所以我其他高等級會員當然有嘛 對 以前那種就投顧的表演方式是 他其實也不紅 我不講誰 這不特別畢竟誰 他也不紅 他根本就沒有那種高等級會員 他跟高等級會員 他買了多少股票 他做空空多少股票 每一檔股票都賺錢 啊有沒有進場 沒有進場喔 進場才秀啊 肉眼你聽得懂的意思嗎 有進場才秀 不是 有噴綠才秀 對 事後做標股都可以 事後做標股簡訊 所以我不屑這種事情 我不屑這種這種事情 我秀就秀 門桿最低的普通會員簡訊 所以 女性當大領養有沒有 有啊 這個沒有要造假 為什麼 因為全台灣沒有人演講講座 像我這麼多 1300萬 你不論是工程師醫生 他們家裡有時候是為了 為了聽我演講請假 喔 禮拜六台北要上班 禮拜天 台中高雄 我自己去演講 去 去 坐高鐵 來回都划算 你看一個多少 一個鴻海三萬塊 三萬塊嘛 這三萬塊 十張鴻海三十萬 你有些人 你是醫生 你是工程師 你有存到一千萬的啊 三千萬 買一千萬沒多少 賺三百萬 欸 肉依不到一季的時間欸 對啊 不到一季的時間 我還沒有說賺友達 然後華航四十八五十八 昨天就秀給你看了 我是說到華航友達 鴻海 肉依你以前不常做股票對不對 嗯 不常 你是來這邊當財經主持人嗎 對啊 對啊 在你還沒當財經主持人之前 你有沒有聽過華航 嗯 不會去注意 啊你有沒有聽過華航這家公司 有啊有啊 你有沒有聽過鴻海這家公司 這都是大公司 有沒有聽過友達這家公司 對 都聽過嘛 沒錯 都聽過可是你不一定會買 可是你看我選的股票都是你聽過的 沒錯 我選的股票都是你聽過的 是 你如果要買你會敢壓 你敢壓一百萬 你敢壓一千萬 你只好一百萬你敢壓一百萬 你有一千萬一千萬 你有一一敢壓一一的 而且好進好出 有價有量的股票 這就是我國總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謝謝 為什麼 開大門走大路啊 我告訴你大盤行情怎麼走 照我畫線走 頭長今天有點開高手滴 So what So what So what 對不起我英文認識比較少 沒有啦開玩笑 只會講這幾句 來 上櫃子是又創新高 來 是不是 那就好了嘛 是不是 大盤呢 我的大盤重點是什麼 Roy 4月11號全台灣持有我 在提前一個禮拜 告訴你4月11號是重點日行 國債飆做日 3月11號 對 而且那時候 那是十年期國債嘛 對不對 是 前一天什麼 是三年期國債嘛 三年期國債賣得好 代表十年期國債不會賣得差 我說底部已經確立 一萬五千六百點不會破 對 重點是一萬五千六百點不會破 大戶主力忠實或怎麼樣 就敢飆 就 就敢買股票 就敢買股票 大盤只要不破底 就會出標股 因為中石戶大戶 主力 甚至他做股票的時候 他怕是 大跌的盤 他不怕盤整盤 盤整出標股 他不怕盤整的盤 他 他大展的盤 當然這更好 只要大盤 不確定不破底 就敢買股票 就是這麼簡單的邏輯 所以你去想看 你要怎樣分析師 通常我一切切塊前面 這已經不是重點 我再檢視 台股要整個創新高 甚至突破一萬七 最好的關鍵點還是要看台積電 台積電看什麼利多 最快就這個月 然後再來是4月 16號附近 馬路過沒記錯 另外是5月11號 這三個日子 這是非常重要的轉折 不要到時候 我重播VCR 投資啊 你好恐怖 你來自未來 我要告訴你 I see the future 投資資料 我最強項 每個人都有優點 叫我去排百米賽跑 有啦 我很年輕的時候 可以跑12秒多了 已經快死掉你知道嗎 現在有沒有看 有沒有跑24秒偷笑 沒有那麼慢啦 只是說跑得很慢 跟以前差很多 現在怎麼辦 年紀到了 可是投資沒有 投資不一樣 你看巴菲特股神 人家90歲了 還是一樣 重點是投資 就像我現在 我年輕的時候在什麼訓練 我還是沒辦法投資到 求出150嗎 肉依你有辦法嗎 沒有絕對沒有 不要說150 130有辦法 你會覺得我在說廢話嗎 我不是說廢話 我在跟你講實話 很多人不認清楚自己的優缺點 自己的強項弱項 這個不論是男性當道女性 當道一樣 比如說體育來講的話 每個人身材有身材的優點缺點 優勢劣勢 這個已經天生 就已經幾乎注定好了 就算你花再多的努力 還是一樣 可是我要強調的一件事 投資不一樣 投資是你租站在風火上 怎樣也會飛 為什麼 順著是 很多人覺得 因為投資產你是什麼 你是英雄造時事 我讓紅海噴出去 我要告訴你是時事造英雄 我只是看出來這時事 往哪邊走 我知道是電動車的一個時事 所以我大力的壓保紅海 甚至於是一生一世正檔股票 甚至於一生一世正檔股票 同朋友 我今天要再跟你接第二檔牌 你來清楚 為什麼接第二檔牌 接第二檔牌之前 我先問你一件事 我每次只要講到一生一世 我先會講一檔股票 肉依你猜得出來嗎 猜不出來是不是 猜不出來 我告訴你 紅海 你主持人都沒猜出來 我每次只要先講紅海 我就起來才講一生一世 先講紅海才講一生一世 你不相信對不對 我昨天忘記講一生一世了 我都故意給你鋪梗的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我人很好 我心地算善良 好不好 同朋友其實為什麼 我覺得為什麼 我還算 事業小小算勉強成功 我覺得我人還算善良 算善良有點噁心 可是你可以看的就知道 我人還算不錯 可是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我從來不屑 也不會做 跟主力出貨這件事情 因為我知道 我有實力不需要靠這種事 我不需要出賣我靈魂 第二件事情 我也知道我的個性 我一出賣我靈魂 我晚上會睡不好覺 所以算了吧 好好好 人要自知之明 而且錢再賺就有 我也不缺那個錢 我從錢 我錢不用跟主力拿 我從股市中自己拿就可以了 好不好 我當分析師 我認為是賺更少 好不好 不要覺得我粉絲很多 我跟妳講一件事情好不好 是賺更少 來 為什麼 因為我在投資股市裡面 我覺得可以賺更多 823點的時候 我的名言就是 我不想當投資長 我想當投資者 好 人媽買多少就買多少 好是這件事情 來我們來看一下 看到之前的VCR 我講紅海都開始講 開始講 如果50% 有什麼不能賺的 證明就大多多行情 這不是大多多行情 那什麼是大多多行情 這不是機會 那什麼是機會 你去想看 你要怎麼分析師 好不好 就連這個就算了 我們今天一生一世這樣 好 看來一生一世這張股票 不知道 3月17號喔 謝謝 好 我現在直接給妳揭曉好了 好不好 一生一世這張股票 來來來看一下 那些畫面先不要來 一生一世今天股價直奔展停版 MIH電動車大聯盟 那不就紅海嗎 對 不就紅海家族嗎 會員都知道嘛 這麼要造假 我在講一件事情 我秀的是 基本門檻最低的 普通會員的簡訊 我一場講座就一千三百人 三場講座三千多人 我賴極Telegram的 是人數最多 是全台灣最多的 特別有歡迎比較 我歡迎比較 不會有人說 他賴極Telegram加起來 會比我多的 沒有人在跟你講這些東西的 分析師不可能有人跟你講 不會有人跟你講說 他成立Telegram比我還早 不會可能成立比摩爾還早 第三件事情 也不會有人跟你講說 他一場講座可以超越我 歡迎比較 點閱率可以啊 點閱率看你要不要花錢 或是看廣告 或看影片的數量 影片的那個 影片長短 有時候比較短點閱比較高 對 可是粉絲始終粉絲最多的 就是我啦 那這麼多的粉絲 都知道 我這個人不造假 都知道 你們都知道裡面一定有會員 是 好不好一定有會員 這個如果造假 會員怎麼樣 不是打電話來謝謝我 直接拿電話來打我 我跟大家講 我也不覺得這種事 我連大盤哪一天展都知道 來 一生一世 股價值得分展聽版 肉依你猜得出來嗎 頭長你好像J.K.羅琳喔 很會買梗耶 買梗是不是 謝謝你 謝謝你 下次要唱歌 哈利波特 買梗就知道 雖然每件事情都在買梗 你只是不知道 你還不夠了解我 不知不覺的 不知不覺的 好厲害喔 哈利波特 好不好 謝謝 所以今天要告訴大家了嗎 你知道哈利波特的第七集是什麼嗎 第七集 是 就是我現在的心情 哈哈哈哈 四個哈 OK 總共有七集嘛 好 一生一世 反正你講什麼 給我都亂接啦 好 一生一世是什麼股票 一生一世 一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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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勝嘛 五二四三一勝 沒有我股價值得分展聽版 欸頭沒有 我都先講紅海再講一生一世 就是告訴你這紅海集團嘛 是 大家都猜得出來 我跟你講 你猜得出來是因為我孤要讓你出來 猜得出來 我不想讓你猜出來 我連提示都不給你提示 為什麼 現在今天 我要進新股票 我就不跟你講什麼提示了 我為什麼要講 反正會員知道我會進新股票 若你聽得懂嗎 哦 一生一世一勝 你自己看 今天股票是展停版 若你自己看 我講幾次 我知道我昨天節目沒有講 不好意思 可是你們都知道我文章有寫 我幾乎每天文章都有寫 對 一生噴出去是不是第一根 厲不厲害 Roy請你告訴我 這一兩個月 我有什麼蓋牌股 好像就一生一世 就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跟女性擋到這兩個 跟女性擋到這兩個 沒有啦 那股票怎麼樣 今天都突破 都突破新高啦 對啊 這幾個月 我都沒有蓋牌股喔 是 我不是天天給你蓋牌喔 定 我一蓋就命中你百分百喔 就直接展停版喔 或直接大漲喔 一生一世啦 以勝啦 你自己看 今天大漲 好 以勝喔 對不對 然後咧 那個 敦泰第二 女性難道 嗯 羚羊 是 2401 大漲 都是股價大漲算新高 所以你不許起雞皮疙瘩嗎 我不是亂蓋牌 你懂不懂 我不是講的股票 就不理你們 我不是這種人的 我知道最近最近 以前有人 股票啊 這個我講話 我比較過動 我想到下一個 投資人啊這個奇力心怎麼看 奇力心要等國劇拉起來 老闆要做國劇 國劇的老闆呢 如果是正式的花自己 陳泰明 你知道花自己錢買股票 那國劇 我認為 一定有高點 應該知道 我們不能講一定喔 90%有高點 還可以再漲 還可以再創新高 好不好 這個要先看國劇可不可以拉起來 好不好 這不會擔心 然後之前講一陣子的 2324是不是 不是234 人保不錯齁 嚇死我 那個叫 雙紅 3324 我趕快講一下 每次都覺得我們不理你 好 我要講弱勢股 我不是很臭屁 舊頭顧的老師 都跟你講30分鐘 你是不是跟你講30分鐘 那個一生一世以勝 然後還有那個 另外10分鐘 再跟你講什麼 再跟你講領養 女性難道 我們不要喔 我還是要在乎你的感受 像 萬論啊 精彩啊 精彩就是殖利率低嘛 除非要告訴你 今年願意發放 鼓勵政策 我跟你講喔 其實很多公司高層 也會看我節目 投資人像紅道 走個路喔 嘖嘖嘖嘖 我告訴你一件事 如果我不認你 好不好意思 請留給我最後的怎麼樣 最後的隱私 好 我就裝傻 不好意思喔 我有那個人群恐懼症 好 好 所以就留給我一點隱私就好 可是我知道很多高層 會看我節目喔 那我跟大家講 很多科技業高層 會看我節目 你要讓你們公司股價漲 很簡單 鼓勵發多一點 馬上飆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什麼時間內要做什麼事情 好不好 那一樣精彩這個問題 那最強是什麼 3354 不是3354 那個 324雙紅 不是324那個 紅 每次都講錯了 紅坑啦 喔 紅坑 我們來看一下喔 3587 3587是唯一裡面 台積電半導體相關的裡面 半導體設備相關裡面 最強的股票 好 兩種方式可以讓你精彩萬潤拉起來 第一個精彩要自己自救 因為他質疑率太低了 對 精彩跟萬潤 兩種方式 第一個 紅坑看有沒有先創新高 帶動加燈 精彩萬潤 可是這個 這個還不是最切實際的 最切實際的是什麼 最實際的是 台積電哪一次的法說會 或哪一次 345講過了 3月是明天嘛 4月16號 是法說會 5月11號 日期都給你記好了 你可以壓到 壓保 你可以壓保期貨選擇權 可是我跟你講喔 你要把期貨選擇權 你要帶著你可以歸零的行情 不然不要做 好 那幾天 有沒有大行情出現 有沒有告訴你鼓勵會要增加 不然的話 很難創新高 可是我認為台積電會聽到我的心聲 為什麼 因為我本事太多 一定有人現在開始 你們開始在寫信對不對 叫台積電剛好多發鼓勵 寫吧就寫嘛 不要被PTT的人笑 PTT 這個這個這個沒什麼話 PTT有很多人專業 我有時候還是會看 以前不太喜歡看 以前都罵我的很多 現在有包有貶 我可以接受 好 人在座天在看 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喔 我到底什麼心情去經營 會員粉絲 你們久了就知道 好不好 大家做朋友 好不好 以前我講台灣50 沒有人理我 現在大家都會講台灣50 好不好 所以還扯遠的你看 我又跟大家講這東西 所以 Joy你看清楚喔 來 女性單道 林陽 閃停版沒錯吧 沒錯 那你說我像 那個JK羅琳嘛對不對 對啊 一生一世 有沒有 而且你說這個好像很浪漫的故事 女性單道又一生一世 是 所以投資產下斬股票要推出 三生三世 三生三世 沒有可以開玩笑的啦 這個我不是不給你 不給你哏 可是我最近還要推出新股票 是 今天進來的粉絲超級多 我很想給你截圖 是 投資產真的嗎 我再講一件事 你是沒看過 一張圖片就代表誰才是王者 不是滅亡的王 是股市之王者 對 王者 好 來 同朋友 一張照片告訴你 誰是全台灣粉絲最多的 就是我 It's me It's me 好不好 歡迎比較 所以你要追就最強的分析師 同朋友我現在也不知道 其實我雖然說是 時事去造英雄 可是我現在也不知道 我是不是英雄也變成造時事 為什麼 因為這是鄉承的 因為大家知道 猜出來 林陽這是投資產的股票 很多人就偷偷去買 一生一世去以勝 投資產股票偷去買 紅海投資產你看好 去買 就間接鑄成了股價的拉漲了 你知道嗎 是 所以這是多投行情的好處 這多美妙 你再錯過多行情 你要再十年再二十年 你以為這種疫情會再來一次嗎 要不是疫情的關係 會無限QE 股市會長成這樣子嗎 錢會不值錢嗎 可是我跟你講 如果你在股市中 你的錢就會非常值錢 因為現在不值錢 很多人一百萬變五十萬 你的一千萬變五百萬 你一輩子存了一堆退休金 存了兩千萬一千萬 so much 因為一次QE你的錢折半了 直接折半 因為你購買率減少 不然你現在去問一些房地產 問一些出國旅行 還是說滿就滿 你去問 四月份你去問 清明檢你去問 除了台北市以外 那些度假勝地 那些好的飯店 一萬塊以上的飯店 全部都滿 你被剝削了你知道嗎 可是你只要在股市 你不會被剝削 因為股市現在很多股票 莫名其妙就漲了 你敢說不出來嗎 所以投資朋友 我要跟你講很殘酷一件事情 有時候在股市中 動動腦袋 甚至不動腦袋 你也可以賺錢 真的是很殘酷一件事 可是前提是 你要買票慶藏 你要重頭彩 第一件事要幹嘛你知道嗎 肉眼知道嗎 要先去買那一張 沒錯 這麼簡單 廢話也是實話 那投資長 今天是不是要推專案 沒錯 對 所以你要有夢想 你要有夢想的入場券吧 我讓你有夢想的入場券 夢想168 可是直到今天晚上10點 投資長推專案都爽快 就算推演講 一天 沒有 就沒有了 我沒有差 我是跟你講 可是我希望是我實現你的夢想 夢想168專案 這是非常非常優惠的專案 因為我 你錯過了敦泰 四根斬停板 你也錯過敦泰第二 兩根斬停板 連續兩天大拉特拉 林陽 你又錯過一生一世 那你賺到一輩子不愁吃穿的股票 那下場股票是不是三升三四 還什麼股票 我最近還要進場 可是重點是 夢想168專案 夢想168又一專案 你要趕快進場 你去想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我一切的一切 遇到前面 你要追求就追求最好的標股 你要跟隨就跟隨 最紅的分析師 你們家有沒有 去想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好不好 粉絲這麼多 多少 三十幾分 三十二 好吧我今天本來想講很多肉麻的話 沒時間的好不好 所以很多股票很強好不好 希望你好好把握住 最後滑航 還是這樣 今天我覺得還在創新高 VMC 然後友達 這個沒時間講了 友達今天又創新高 珍惜二十塊以下的日子 今天又一字頭了 一字頭趕快趕快 好不好我是跟你講真的 好不好 群算也是一樣 珍惜他在一字頭的日子 不論對我做一切一切 遇到前面 去香港你要怎樣分析師 我們的股票今天大標特包 大標特標 夢想168專案 講那個大舌頭就是我缺點 可是懸骨就是我優點 去香港你的分析師 我一切一切遇到前面 趕快進場 不然到時候 我蹲態第三又進場 你又噴出去了 你會不會氣死了 這次我不給任何提示 因為我要讓會員優先進場 夢想168專案 只有今天 直到今天晚上十點 希望你好好把握住 謝謝 歡迎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下小鈴鐺 想要把握夢想168專案 歡迎播打我們的專線 0800668085 榮耀花來見 我們明天見 掰掰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